大家好,歡迎來到《廣經老》這個頻道 成立這個頻道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又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我們這個頻道,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多謝大家 第六場三班12米,泥地,3時35分開跑 一號暖在李心,135磅7檔,《賀明年》其實叫《馬貨》 《馬貨》,《馬貨》幾個月,試一貨集,跳了九貨,做貨彈集 《賀明年》近期都親自幫他操,都沒有路隻馬,很熟 這個路程跑過四次,上過一次名的 下來三班,理論上應該有競爭力的,狀態繼續保持得到 看這隻亂做的心,是不是一落斑就馬上殺了 二號新力寶135磅3檔,周進入騎蘇維瑩馬房 這馬隔了兩個星期,跳了兩貨 下來了三班,跑了兩鋪,泥地試過,直到一千米試過 都是奔迷回來,當然啦,熱了兩鋪身,狀態呢 就開始慢慢有競賽意欲提升,始終八歲老馬 真的不是跟你鋪鋪,像年輕人四五歲那些馬 真是鋪鋪都保持得到那麼久的狀態 那隻馬的狀態都開始回來了 而這個路程都是它最佳的路程 今次走過來這樣跑,狀態也有提升 抽完三檔,周進入騎蘇維瑩也有夾 會不會在這裏,駁回它可以呢? 三號旋風飛影,130磅2檔布文奇 這隻馬隔一個禮拜又跑了,沒有快跳功夫的啦 下來了三班跑,早排都保持在二班跑的 下來了三班,無意是揹著它重磅的 但以它能力在三班跑是比較著數 但是因為跑法比較有被動一點,要後追 看看到時候泥地有沒有追下一兩步 看看報名又如何發揮深入旋風飛影 在三班它是頗有份量的 四號一定美麗,128磅6檔布建時期,賽海馬隔了 都接近差不多有半年了 試回五課集,跳了23課,有6課拍跳 因為它基本上就自從它的12月跑完之後 其實到現在都三四個月啦 都差不多半年了 但是距離它上一次上名其實都比較久的時間 它今季其實拍得一般的 健康問題的確定,收起來再重新做過 現狀體其實都維持得相當之好 有6檔,但當然啦,始終隔這麼久沒有跑 你可以當它重新來過的 而且第一次過來跑來,你看看它會跑成怎樣 5號神之水滴,113磅10檔 巴道騎賽海馬貨 這一馬一樣,跟剛才一定美麗差不多 都是隔了一百多天的 即是隔了三四個月 試回七課集,跳了25課 它拍跳少一點的,拍了一副這麼大把 今季其實都叫做上一次名拍到第二的 是谷草 泥地其實它曾經跑過兩次 但是一般的 這個10檔對它來說有否很大影響呢 本身是擺前一點走的 這個10檔就不是太大影響 你唯獨要擔心隔這麼久沒有跑 競賽能力到哪裏呢 狀態也算是維持得相當之好 路閃電113磅1檔,希偉森其實省下城馬貨 這一馬加上三個人,禮拜跳了三貨 上次呢 都能夠上到名,在這個老程 當然呢,跑少少變化地 但它把正常場地都是沒問題的 希偉森也幫這隻馬上 贏了馬,不是上名,是贏過馬 所以你不用擔心這個騎連組合 但是上次的第三 是被人彈開來 才拿到的 他前面是追不近一二名的 而正正他要對的對手一二名 今場是會一齊繼續跟他跑的 那又叫做有個一檔幫手 看看可不可以將這個距離收窄一點 7號年少有威 112磅5檔 海宅耀騎,樂府全馬房 這一馬加上三個禮拜 試了貨集,跳了兩貨 貨集回來輕鬆,贏了 你見狀態力度相當之好 上次,鬥到你最後 入到200米,跟你砌足一條 但就回到來贏得到 相當之好 能力亦都告訴你 三班是有的 他贏完上次,今次是負多兩磅 那又可以開想而知多好 所以我覺得這抽連少有威 在這裡打一搭 絕對不奇 但對手都不是那麼簡單 8號未影烈飛 111磅4檔 田坦劇而本分馬房 這一馬加上個多月 試一貨集跳 七貨一貨拍跳 剛剛正正就是想說 就是 為什麼連少有威打一搭 不是那麼容易呢 他的對手就是這一隻 未影烈飛 三年勝 上來三班 一樣是數理 他上次你不要看 上次贏了一隻順勢而非好像很敏 這馬遲塌得著 都用了比較長的時間追回 他前面被順勢而非走掉了那個失地 他最後過你 其實 說真的 入到200 其實都很睹定了 看著要過的了 只不過距離上好像贏得比較少些 所以我覺得這隻 八號未影烈飛 今場要拿四連勝 好像比那隻連少有威的打打 來得更加輕鬆 而且有這個四檔幫手 我也不知道這隻八號未影烈飛 除非自己不想跑 不然是這一組對手 都幾難難得住他 今場晶晶日上 120磅九檔潘頓騎 熔天鵬馬房 這馬交回三個星期 跳一三課一課拍跳 過了黎迪都能夠上到名 可想而知這馬其實都幾厲害 上次跟連少有威 黎迪拿開的馬 這樣困回來 如果不是上次慢閘 連少有威贏不贏得到 都是未知之數 上次就是因為慢了閘 再加上潘頓熔天鵬這個組合 也不可以小看他 120磅對潘頓來講 一點都不是一個輕鬆的造榜 所以變相 潘頓跟你跑 你可想而知他對這隻馬 都有這麼大的信心 還有記住 這隻馬是三歲 連少有威和未影烈飛 都是四歲 變相高下立體 三歲就這麼厲害 可能還可以再上 變相他就有機會挑戰 挑戰一下未影烈飛 最後八進巨星 116磅白檔 將來禮騎高多零碼貨 這日馬合回接近兩個月 試了兩貨集 跳了七貨 除了贏完那場 四班條件限制賽 上來三班 是沒有一場跑得好的 對 我覺得他長場都跑得不好 就算你說他上次 發現到他被人戒掉下腳 腳仔痛跑得差 沒有辦法 但我也不覺得他有什麼特別 只不過他唯一的就是 他的跑法夠主動 而且這次是揹著很輕磅 本身已經是最輕磅中 將你減掉那七磅 是揹著一零幾磅跟你跑 他等在前面走 你不知道他會放多快 變相他唯一就是這裡有好處 其他狀態 其實都還保持著 沒什麼太大上落 還有這隻三歲仔 但你覺得所有八最巨星 能力是不是十分之好呢 我看下去暫時來說 就一半一點 這一組三班千二米的泥地 不滿額的也是 只有十隻 但剛才也有說 很明顯告訴你 真的很分明 這一組 八號明英聶飛 你怎麼都是搏他 怎麼都是相信他有機會四連折 上次告訴你 臨入三百米 都還輸兩個幾馬位 給那隻順勢而非 順勢而非 順勢而非都不是傻仔 也不是差的馬 都要給他看著過 是贏的距離是少些 但是告訴你 他還是有 上升的空間 還有分鎖在手 跟著另外就是 晶晶日尚和連續有威 上次一起拍Q回來 彈一隻 畢竟都曾經在泥地三班 都還要交過頭馬的閃電 都要給他彈開 整條街這樣回來 那你可想而知 這隻晶晶日尚 連受費都不是那麼簡單 再加上晶晶日尚 上次慢了一集 不慢一集 那我不知道他會贏多遠 上次應該不是贏那麼簡單 是贏多遠的問題 已經去到 出閘慢了 原本是擺前些走的 出閘慢了回來 這樣追回你轉頭 差點贏了你 那你可想而知 這個晶晶日尚 其實應該還可以上網 所以今場 如果要挑戰 8號微影烈飛 絕對 只有這隻9號晶晶日尚 連續有威 不是沒有機會 但我覺得未必 可以買到這隻 微影烈飛 可能入續路 他先走 就是他先走出來 那9號和8號 就兩隻在外面 一齊追他 我想沒有幻想到的形勢 那閃電 他追不追到7號連續有威 差了第三 可能只有第四 都不出奇 但是你說 如果計個框架 計實力一定是第四 而我的次序 就會是 8 7 96 那為何我最後都是選7號先走 因為9號正正 就是有一個萬集 這個因素 你不肯定他會不會再萬集 是不是 還有 檔位的確是比連續位差 我只不過對這隻9號有期望 在身上 覺得他能力好 3歲年輕 應該還可以再上 這件事都是期望 而已 起碼7號連續有威 是有實績反應給你看 不會有這些問題 變相9號正正正 如果再萬集 他可能都是 好像上次一樣 得過追至 都是沒有機會 這樣贏得到 所以變相 就是這個分別 所以為何我會有次序 就是8號 7號 9號 和6號 而不是8號 9號 就是這樣的分別 所以變相我今場的推介次序 就是8號 7號 9號 和6號 但是你說如果搏WIN 有分頭的 我會嘗試搏那隻9號WIN 而重彩行頭 也會搏那隻9號行頭 就是這裏的分別 今場的推介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 如果有什麼想和我們交流的話 就在下面留言 我們見到就馬上回覆你了 多謝大家